在蛋仔岛上玩耍的蛋仔们注意了 大家注意了 请不要让自己的蛋仔 靠近蛋仔岛的商店橱窗 我不是在危言所听 不然你的蛋仔就会遭遇危险事件 橱窗里面裹着一只长着大钳子的怪物 它会把靠近橱窗的蛋仔的蛋盒直接加爆 让我们的蛋仔从蛋仔岛上永远地消失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上非常地好玩 蛋仔可以快乐地蹦跳打闹 如果你也喜欢在蛋仔岛上玩耍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蛋仔岛的橱窗中 螃蟹它可不善良 它的大钳子非常的锋利 前部还是尖的 而这间钳子 很显然 它就是用来伤害我们蛋仔的 如果蛋仔靠近橱窗弱小的蛋仔 肯定会让它把客家爆掉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而我和学姐发现 蛋仔岛中也是有其他生物的 比如说坦坦兔 它是一只可爱的兔子 仔细看它的身上可是没有钳子的 蛋仔靠近后也不会被戳爆 这才是正常的生物该有的样子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唯独商店橱窗的这只红色大螃蟹 它就非常的来者不善 长着红色大钳子 很显然随时准备要伤害我们玩家蛋仔 所以说 小伙伴们在蛋仔岛中玩耍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蛋仔 靠近商店橱窗 因为里面有一只可怕的红色大螃蟹 它的钳子很锋利 会加爆我们蛋仔的蛋壳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